弟兄姐妹们平安 观众们好 听众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28号 今天是我做的星期二 星期三 今天是我做的星期三号 8月28号星期三 今天是我做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的310期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 仍然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间谍唐元俊为中国实名间谍 做假振臂运输到美国 他被布后中国民主党 又隆重推出 假基督徒朱玉夫来骗人 教会卧底一端邪教 假牧师仍不媚和同伙 眼霜黄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说还是说唐元俊的事情 唐元俊最新的消息 其实也不是最新的消息 就是以前我看张普利的谈天说地 他已经说过了 间谍唐元俊为10名中国间谍做假振臂运输到美国 他被布后中国民主党现在又隆重推出假基督徒朱玉夫 也是正成住他们那个民主党的 然后教会卧底 朱玉夫来骗人 然后教会卧底一端邪教 假牧师仍不媚和同伙 眼霜黄 弟兄姐妹们 张伯利以前的有一个节目 他都提到了就是国安 中国的国安要求 中国的国安要求就是 要求我这儿不说张伯利的 要求就是要求这个唐元俊 给国安来提供这个政兵牧师的信息 那当然还有说吗 那肯定那政兵牧师肯定就有正成住 所以说要求他提供这些政兵牧师的那些信息 给国安 然后的目的 他提供这个信息的目的 就是要就是要把中国的实名间谍 做假政兵运输到美国 这是英文报道的 还有一个 这个其实是在张伯利以前的节目也提到过 现在正式的新闻也出来了 出来了就是说唐元俊他有个老婆 他有老婆是对 对中国的什么反正政治方面的一个官员嘛 现在他的老婆也辞职了 他老婆应该是他被布之后就火速辞职的 他老婆也他老婆不是亚洲人也不是中国人 他老婆是个白人 肯定也是上了追赴 因为他不是唐元俊因为长得帅嘛 肯定骗了他老婆 他老婆其实也在为说实在的 也是肯定是也是在为中国工作 而且是 而且是 是关于政治方面好像也是 政币啊 还是人权之类的方面的 过了我们仔细看 所以他老婆也是 给他离婚了 而且被迫 引咎辞职 反正被辞职了 所以说还有个今天呢 我主要是再来看看朱玉夫 因为 唐元俊这次被布了嘛 对他们的那个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打击特别大 所以说他们现在又 他们应该是早就知道这些消息了 所以说现在又把朱玉夫运出来来骗人 运出来骗人 现在他们专门开那个频道来吹捧朱玉夫 另外任不媚这段时间啊 网上的我说的其实像 像许什么呀 过后给大家看 一大堆人 就是任不媚 骗人已经骗人几十年了 这两天才开始来有人来开始骂他 网上这段时间骂他的比较多 这没有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由于这些间谍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暴露了 然后他们又开始演双黄 好今天我就讲讲这些 具体的内容 我的重点就是朱玉夫 为中国实名间谍做假正币 就是提供假正币的消息 运输到美国 好厉害 实名间谍 然后中国民主党隆重推出 假基督徒朱玉夫来骗人 就是唐元俊 唐元俊为中国实名间谍 提供假正币的信息 然后教会卧底的任不媚和同伙演双黄 因为任不媚在油管上的搜索量特别大 经常有人来搜索我这样的信息 以前经常有任不媚的支持者来骂我 任不媚是共产党的人士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头目 是加拿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题目 他已经在温哥华开了分堂 他在美国也要开分堂 他现在已经在日本也开了分堂 他的行片事业 也就是说共产党把它推广到全世界了 共产党已经把推广到全世界了 所以说我要又着重的来说一说他 所以说我们先看看唐元净 唐元净看没有 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唐元净 竟然秘密为中共共产党的起 报机构工作 这简直上得破眼睛 贵劝政治 曾经没多少丑闻不少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 我们在看这 主要是我们看个 有一个 和他老老 杨老婆今年六月离婚 这样就有很大的切割繁殊的嫌疑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人发的 这个叫做哥宝胜 即使哥宝胜 哥宝胜 哥宝胜也是教会物理 他发到这个信息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着急 我刚才也没来得及 哥宝胜 然后我们再看看刘刚 对这件事情的再次品 哥宝胜 你看看 今天看了一个 有关唐元净的英文消息 感觉他干的事情 比我们想想的严重 其中有一条 就是安排实名移民律师 为中国国安部的特工和线人 帮助解决来美国的签证身份问题 一个意思 你们先我把这个原文找到 原文在这里 有没问题 在英文报道在这里 该报道指出国安招牟 唐元净史 有空策号 以宴起真伟 不是招牟 不是招牟 是以前 他是在美 这个时候是乱说的 这个 这个歌宝胜也是教会卧底 所以说他把有些信息 他就真正加加给你乱改了 他是国安部 他是见到长春 到了长春之后 你看 到了长春之后 好 大家看 这个是英文的 我翻译成中文 唐元净 他是监视熊岩 熊岩也是中共共产党论 中国一见人士 在美国寻求政治 避赴的移民申请程序 就是为特工 就是为特工 宇美为特工输送 十个是十个 你们去看张伯利的一些东西 然后过会儿我顺便再说说张伯利 你看 唐元净还确定了十名 确定 唐元净确定了十名移民 律师 肯定有证证处 以支持国安部将资产 转移到美国的努力 十名 其他意见组组 其他意见组织也提供类似的签证申请服务 来赚起收入 这个翻译也没太对 反正就是有他包入的十名 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国防部在中国使用测谎仪测验来验证之制 这种尽量首次被公开 就是唐元净他到了 到了美 到了那个中国之后啊 他还给他国防部还专门的测谎去害怕他 给他们提供假消息嘛 所以说这个是唐元净 唐元净 唐元净的特别多 你们只需在推特上去搜就能搜得到 然后我们再看看刘刚 刘刚是FBI重创华创本的三大阵营 刘刚他在这次他没有提 没有提任不媚啊 他就说是逮捕了郭文贵 逮捕了光瑞通 然后这次又逮捕了民运的王淑金唐元净 因为我所谓四个部分嘛 一个郭文贵 一个法轮功 一个是民运嘛 一个就是傅希秋嘛 所以说我就在这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就是我在这儿 这是我的新的推特 新的推特 新的推特 我这个推特只看 我不那个不发言 是逮捕了我这儿 说是 我主要看什么时候逮捕傅希秋 什么他什么时候被捕 那就说明FBI震动什么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是郑成柱 将会被是第二个被捕的 因为唐元净 他提供的十个移民律师 肯定有郑成柱 肯定就有郑成柱 所以郑成柱有可能是一个 还有个这段时间 任不媚到日本去讲道 日本也开了分堂之后 网上一大堆人来骂他 包括那个叫做什么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自己内部在演 没有我们的人 没有真基督徒在骂他 都是他们 当然有些可能 也许感觉不太像是真基督徒 感觉都是他们的人在批评 这个习思源 主要是习思源 主要在批评 领导一帮人在批评 认不会 其实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 都共产党的人 他们在说话 就是好像是这个meeting里面 我家如果我听过 一听就是扶说八道 就是说他们在演双方 他们在演双方 双方 所以说我一直不想说这个人 因为这些人太烂了 在开Uber之内的这些东西 一看都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他们在开始演双方 可能在捧人不媚吧 但是这样也其实也揭露了认不媚 认不媚 但是批判他的人也仍然是一假的 假基督徒基督 假基督徒基督 这个是我写的文章 你看许多人在应用 主要是以前那个摩日子在应用 这个都是我写的 共19人还有一个分组讨论的名单 这是我在一个基督徒 英特内的十年里面 写的东西他们在应用 所以他们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人 这些人他们都还不知道 看我的信息 习世源 现在就是批判他的人 基本上也是共产党的人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这段时间 由于朱玉福 由于唐元俊被布了之后 中国民主党也就是郑成处这个党 现在鼓吹朱玉福 我已经证明过朱玉福是假基督徒 他还在关注我 他不知道 你看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频道 你们就可以看 可能在网上搜得到 现在在实力的吹捧他 他是假基督徒 他是假基督徒 他是共产党的人 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 他是共产党的人 你看他们有个频道 中国民运 这个频道应该不是在谷歌里面 这都是假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推测可能是郑成处 有可能是下一个被捕的人 因为郑成处 他作为一个移民的牧师 他应该是为唐元俊的 在国安部要的那十个移民牧师里面的人 而且他们肯定协助了国安部的那个间谍移民 美国办签证 应该下一个 郑成处被捕的可能性特别大 郑成处 我推测在这里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就张伯利 张伯利现在又在开始补吹这个川普了 他就说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这段时间不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被收买了吧 我只推测 推测扎克伯格现在他又要支持川普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伊洛马斯克 就是我为什么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要封我的对对 就可能就是由于他们支持川普的原因 扎克伯格现在也在支持川普 我说我以前做了个视频 我们在验证看看这个大外宣 如果这次川普再次失败 那就特别的表明大外宣存在 包括任不媚 现在就还在使劲地鼓吹川普 张伯利当然是 张伯利 张伯利 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被捕 总有一天他会被捕 不过他应该排在后面 他不像那些那么明显 因为他们属于战友头 战友头比较难抓 所以说我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就坐到这里 再见 再见